人生无法预料 有时就像冒险之旅 这位女厨师接到一通电话 人生大转弯 慧卿的餐厅 因租约到齐被迫关门 当时她在国外工作 临危受命赶回台湾 与哥哥一起乘接 但近八成员工离职了 兄妹俩刻不困难 一点一滴把老字号再转回来 竟意外发现 维系老店命脉的丰沛情感 也让一家人更谈解 白色瓷盘上 8盎司厚切牛排 表皮焦脆 一刀切开 蕴藏饱满肉汁的建层粉嫩 挑动味蕾 对美食最极致的追求 我们只有美国牛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地方 本来等级以上的 然后另外像 有一些特定的部位 我们会选用安格斯黑牛 后期牛排 以铁板煎到表面酥脆 再以高温烤炉烘烤 锁住肉汁 融合老式牛排 与新式做法 在竞争林立的台北牛排圈里 独树一格 1994年开业的本土品牌 虽然离老四号还有一段距离 但每逢旁比排名 总能挤进前十大 尤其老饕必点的龙虾配牛排吃法 25年前堪称先驱 当时是在美国东岸念书 那父亲来看我 后来我就带他去吃了 波士顿的那个海边的清蒸龙虾 然后他一吃就非常的喜欢 很想要带回台湾 二十多年前 父亲大费周章 问遍台北海鲜业者 才找到波士顿龙虾货源 这一份创业维艰 范硕芬用心守成 我们这个基本上已经是吃原汁原味的 所以并不是在很繁琐的工序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食材稳定 这个听起来很容易 可是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 随时都可能有飞机的搬机物点 或者是当地又遇到一些法令 进不来等等之类的 我们曾经好几次是一大清早 开车到好原机场 等着那个户柜下来 楼下拿了就直接回来出产了 身为牛排馆第二代 范硕芬三年前 与包兄一起 从父亲手上临为寿命 扛起招牌 当时我一到台湾 父亲就立马 就电话立马就响 然后就跟我说你到了吗 我就说对 早上七点开会吧 大概我们聊到 差不多早上九点 五十二点就开始进去厨房 就是做一些学习的动作 十万伙计 其实是因为餐厅 已经围在旦夕 当时房东不续租 被迫重新签纸 找新店面 空窗三四个月 员工纷纷流失 一度面临歇业抉择 目前在开这间餐厅的时候 已经算是一个中年人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只是 他一个退休的场所 然后一直到原先的店纸 要关店的时候 我才发觉他心中有 很沉重的情感在里面 很久不见了 他肯定不会有空吗 我们吃这么久了 一定都很有空 不是 疫情很冷 我们用眼睛看出来 谢谢你们 对 没有没有影响 真的 来救我们一下 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服务你们 就是 看着客人脸上 吃到那个东西的表情 或者是 他喝到那个25年来 酥皮湯的那个味道的时候 那个表情 我才能够理解 他心中的那个情感 其实不是说他舍不得 他建立起来这个王国 是舍不得客人 要小心烫 谢谢 来 我也帮您献一下酥皮好吗 掀起酥皮 因云热气 或者浓郁奶香 一半直接吃 另一半泡着汤吃 吃老客人口中 最难忘的滋味 酥皮 重点在层次很多 一般外面的酥皮 都在那里面 然后每一个层次要够爆 它这样膨起来的时候 才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原型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 才会有一层一层的 所谓的真正的酥皮 那父亲当时就跟他研发了 各种不同层次 然后请他帮我们 再用他的烘焙板去做出来 应该我印象中 至少有八到十种 不同厚度的酥皮吧 然后一个一个去试 沾我们的汤来吃 看哪一个厚度是最适合我们的汤底 研发费尽苦心 烤制就得更讲究 每一片酥皮汤的酥皮 烤出来的颜色要一样 不能说有的是比较偏金黄 有的还淡淡的颜色 那每一片牛排表皮 一定要做得好 做没有做到这个表皮 我宁愿这颗不出去 打掉就是耗水 你再进一颗给我 龙虾烤出来的颜色要一样 所有的龙虾都要考的是相同的红彤彤的样子 就是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要在最完美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呈现给客人 从第一代创办人范光勋 到现在交棒给儿子女儿 其实一切并不在计划内 哥哥范哲维原本是生技公司营运长 妹妹范硕芬则是在香港银行业担任高阶主管 后来回到台湾接触厨艺后找到乐趣 转换跑道远赴意大利协议 在当地的米其林餐厅工作 兄妹俩在各自领域打拼有成 然而为了延续父亲心血 他们陆续回家 更不约而同 问出同一句话 当时爸爸就问我说 那你愿意做吗 我就指着哥哥说那他要做吗 我爸就笑了 我爸就说 他也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他就跟我说如果妹妹要接我就接 既然我有这个能力 哥哥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预言 为什么不让他的 这一生的心血可以继续地传承下去 真正接班的起心动念 其实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餐厅真的面临的 就是大部分员工的离开 那爸爸一个人在一年七十几岁 我看那个时候如果 他承受这么大的变动 其实可能会受不了 那另外一个很大原因是 其实这个餐厅 他从开业以来 陪伴了很多人 度过很多重要的时刻 包括我们自己 兄妹俩发挥各自专业 范则为主则财务营运 范硕芬则担任内厂管理 自家料理 两人共同把关 要让餐厅在最快的时间里 东山再起 怎么样把那个原汁原味搬回来 我觉得我们是真的 做了蛮大的努力 锅应该要炒到什么样的焦度 牛排应该要煎到什么样的焦度 什么样的熟度 什么样的奶油香或是牛油香 这个常常是在这里试到 半夜三四点都还在吃 小心烫 刚开餐前有试过吗 都试过了 有可能是缩的比较浓稠一点 那个咸度带起来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跟之前一样 应该没有问题 好 设备搬家都会有差 设备一段时间不用 它那个温度或者是湿度 就不一样了 很多是需要经过 经验的判断在这个里面的 那尤其是我们的客人 都已经吃了25年了 它对于每一个细节的不同 其实是非常精准 它是可以吃得出来 不用说客人吃得出来 我们自己都吃得出来 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所以当时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情 把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兼老客人都找来 然后帮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试试到 我们觉得最稳定的 除了将老味道完整找回的挑战 还有两代之间的观念差异 必须面对 或许刚从意大利回来吧 那时候看了很多 我觉得已经很不合时宜的东西 我想要把它拿掉 但是父亲当时就有很多的坚持 确实在搬家货之后 我有带进来了两个新的不一样的甜点 跟大概两到三个新的钱财吧 可是一开业我就发现 哇 真的没有人要点 所以父亲说的是对的 客人其实走进来这个餐厅 他要找的其实就是这个老味道 这些客人已经支持了我们这么久 我们必须带给他们 一须延续下去的这些情感 慢慢就可以开始理解父亲的一些坚持 跟他觉得这是他必须对客人做的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真正接手餐厅后 范硕芬才明白 当初在他与哥哥眼里 许多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不谅解 如今都已不言自明 SARS的时候我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 刚开始工作 然后当时是父亲接受我上下班 然后我每天下班之后都还要陪他回餐厅 坐到晚上九点多十点收班 才会愿意离开这样子 我当时觉得就没有客人 你坐在这里也没有用 可是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慢慢可以理解 就是当武汉肺炎的疫情开始 慢慢越来越升温 然后客人慢慢地流失 这里没有什么 没有像是以前高棚满座的时候 你确实会想要在这个地方 看着这个场所 你想尽的办法想要让它活下来 然后就是不断地在脑中 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我能够住谁 每一刻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脑海在想的都是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餐厅更好 我今天哥哥会讲一下 因为你们都是分流的最后一天 不管内外场 因为我们把人数变少之后 其实我们这些客人变得变很少 所以让你们都能够在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人数这么少还能够做到现在的业绩 其实是蛮不错的 上海很建枯 很幸运 所以我常常用一种感恩的心情 在表示这个场的一个成绩出来 副总继他去考这个征兆的时候 我都没想到他可能有一任在接 总经理他本身完全不可能 我们踏入这个领域 因为他太赢了 就是美好的意外 因为一场搬家危机 千奇的美好意外 影响着范硕芬与范哲薇的人生下半场 从内两杯上全家人的使命 要在台北牛排祭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很辛苦 但独一无二 稍后来看另外一位年轻人 也成功找到自我难寒 干锅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油一定要足 味才会香 第一次吃到干锅 就让我着实的很惊艳 米山 番茄山 辣椒山 这是正宗鸟煮酸汤的一种组合 创业的前三年 的的确确几乎每天都在思考 是不是要放弃 但是自己又回过头问自己 如果说这时候选择放弃了 自己什么都不是 既然深信这条路是对的 那再怎么样辛苦 再怎么样困难 我想一定都有解决的办法